我们这节呢看一下滚动字幕 滚动字幕呢主要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 当然也有一些游离的字幕 这边我们就任意去先建一个视频 然后先建一个旧版的标题 这边我删除我之前的文字 那我们如果想做滚动字幕的话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片段很长 你想在这个片段上或者说 开头或者是结束呢滚动你的字幕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那比如我想一开始的字幕从下往上去滚动 怎么样去实现 首先你要把自己建的字幕放在这里 新建选择文件新建旧版标题字幕之后 我们在这边双击进入内部 首先你要有一些文字 我这边作为演示的话 我就随机去复制一些文字 那你可以到奥多比官网去复制一些文字 那我这边呢就选择文字工具 然后我点击一下 我直接粘贴一些我复制的文字 当然这边它会调用我之前用过的样式 那我这边Ctrl加A 或者苹果的话CMD command加A 全选点击第一个样式 那这些方块就是文字需要调整的文字 调整的字体 那这个文字有点大 我在这边属性的地方缩小一点 因为你滚动字幕不可能说文字特别的大 那这边很多方块呢 它是我在这个百读中复制出来的 它出现了这个方块 我们就不考虑这个方块 包括它的这个文字了 然后我们全选所有的文字 修改一下 那通常的中文字体 它会更好的去显示出来 那这边间距可能有点问题 我们先不管间距 因为你说的文字对到一起之后 它不能很好的显示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去右键 这边你可以去选择自动换行 它会自动的根据你设置的这个场景去换行 那我们选择这个移动工具 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要滚动的文字 那你可以拖动一下 再做一些简单的排版 我们在属性的地方可以调一下行具 或者你自己在人为这样子换行一下 或者你全选所有的文字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段落的文字 那我们这边想让它整体去居中显示 那我们这边选择居中对起 那一些我不想要的文字 我可以将它删掉 然后重新去排下版 所以文字比较的多 我这边就不细致的去做这些排版 或者是对文字方面优化的这些操作了 然后我们注意到 你这个时候还是一个静态的文字 如果你加了很多文字 它并不会自己随着视频的运动滚动 那我们这边就双击 你希望让它滚动 点击这个按钮 第二个 我们看到这个滚动游动选项 所以我们前面呢 一直没讲这个按钮 默认你是静止图像 你改成滚动 确定 这边你会看到右边会出现一个框 那这个可以拖动的这个框呢 就是我们这个文字在视频中 它的一个范围 我们下边的这个视频 可能位置呢 稍微有点落差 这边我稍微往上移动一点 我让它整体呢 都在中间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文字我们都看到了 那我们双击一下 通过选择工具 选择我们的文字 这边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属性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看一下 当你这个标在第一屏的时候 也就是文字显示的位置 比如说你文字显示一个字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字 然后你滚动到最后一屏的时候 你希望它选中最后的文字 显示最后的排文字 那我把它移动到上边 只留一个 就我们移动的时候 可以看到 这边只留一个 对其下边的线 那你这个时候 可以看一下 选中这个文字 一定要点击这里看一下 这个是滚动的方式 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这个文字 长度不是很长 那这边没有动的话 是因为 所以我们的设置呢 需要重新调整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第一屏的时候 你希望文字能滚动 你一定要在右边 有光标的位置的时候 拖动到最上方 这个证明你是第一屏 然后我把文字 第一个字放在下边 比如说放在 最下边这个框的位置 然后随着你的滚动 这个文字 我们看到它会逐渐 从下往上生成 如果你想让它 继续往上走 你一定要去加空格 让它排上去 这边我们去双击文字 我们不断的加空格 那么它就会逐渐的上去 你看回车键 你可以自己去手动输入 所以注意 这个导航条 在最下边的时候 就是你最后的位置 这样我们关闭 可以看一下这个文字 你发现字幕特别的快 来不及看 那这边你把它拉长一点 所以你的长短 决定了字幕的速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设定 只要看好头和尾的文字 它就会自动的进行滚动的设置 但这边如果说你滚动到最后 想让它有一个大的标题结束 那比如说我这边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希望文字呢都出现这个位置 比如说第一排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在结束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个大的标题 那我这边就可以按回车键 一直控上去 当它没有文字的时候 我在中间输入一个文字 比如我这样子输入一个文字 然后我单独调一下 比如我用我之前的这个金黄的字体给它 然后把它单独调大一点 通过这边的属性 只对它加大一点 我们上面再加一点灰车换行 让我们在最后一行的时候 只剩下这个文字 这边再往下一点 那么它在中间显示 我们来关闭一下 那这个时候你的字幕滚动之后 那文字呢最后是只出现了 我们所需要输入的这个文字 但是这个时候它并没有停留一段时间 突然间就结束了 所以这边呢会涉及到一个设置 点击我们的滚动字幕设置 下边会有一个开始结束 那你可以开始于屏幕外勾选 结束呢就不要勾选了 开始于屏幕外就是说 我们这边滚动的时候 这个文字不管它这边有没有显示 那么你一开始的时候 它都是看不到任何文字的 然后才会出现文字 这个就看你后边加了多少空格 同样如果你让它结束于屏幕外 那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个最后 这个地方呢它会消失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好结束后它会消失 所以这两个选项呢根据需求去用 我这边呢结束就不需要 它有这个操作了 然后这个预展和过展就是你开始和结束停留的时间 比如我最后想让它停留个200帧 那我们输入200 然后你的动画开始和结束呢 有一个缓慢的进入和缓慢出去的过程 我可以给它设置一个数值 动画就不会说从上往下是一个速度 它会有一个缓慢的进入缓慢的出去的过程 确定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下结尾的地方 这边一下子出现了最后 是因为我们设置了200帧的一个静置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时间做过度 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 包含这200帧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字幕结束的时候 它会停在这里大概200帧 这样子字幕的时间就非常长了 我们删掉这个字幕 然后再新建一个旧版的标题字幕 我们在滚动中还有两种方式 这边再新建一个标题 那我们这边就随机输入一下文字 选择我们的文字 加载我们之前的金色的样式 那么在滚动中 我们看到还有向左和向右 你可以选择这个方式 这边就让它屏幕之外 结束于屏幕之外 就不加任何停止了 也不加任何速度了 然后确定一下 那注意这边我们又选择工具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你选择了这个方式 这边我们还是用滚动的方式确定 那下边呢它会有这个滚动条 因为我们这个文字 它比较的短没有那么多 所以它没有办法给我们滚动出去 我们作为演示 我就把这个文字呢多复制几分 当你有了这个长度之后 你就看到了滚动条 那我们这边就关闭一下 看一下这个滚动的状态 这边没有看到 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字幕拖上去 你建立字幕之后 一定要把它放在时间轴上 这样才能看到字幕 这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滚动的方式 那有人会说这个字幕没有反方向的设置 怎么样去做 那我们这边选中的字幕 你可以去右键嵌套一下 确定 我们后边还会去讲速度方面的调整 这边你在嵌套的这个片段上去右键 选择速度 持续时间 勾选倒放 确定 那我们看到它就是一个相反的状态 所以在这一节中呢 我们主要是体验了这个 横向与纵向的方式 去加一些滚动的字幕 当然后边我们还会去讲一些 更高级的方式 让你的这个字幕呢 做得更漂亮